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哈 然后因为还要做头发 所以说头发也洗 第一步 笑在脸上胡点东西 身为偶像 身为偶像 算了换一个词吧 我说得好兴趣 身为一个艺人 怎么都应该会化妆了吧 笑得好笑 男人会想说自己 可能自己要复活了 帅帅气气 来给你们看一下 我唯一的一个粉底液 还是客户爸爸送的 因为小月我平常是不化妆 这么多不知道够不够 够吗 怎么那么多啊 等一下 我画成鬼了吧 等一下 等一下 太白了 太白了 哈哈哈 怎么办 太白了 我得先试个 我现在重新再来一次 我刚试了 接着我要画眉毛 等一下好像画得粗了 好 好的 我的妆仪正式画完 接下来又是做头发 做头发 做什么头发呢 做帅帅的头发 帅气 我会用到眼水 搓一搓 然后再吹一下 基本上吹完之后就是那种感觉 什么感觉 你都不懂的感觉 然后我用发泥 抓一下 因为现在小约是短续的发 所以比较好整 基本上一抓就成型 就出门只需要一分钟 天哪 这个好像在做直播 一样 好了现在已经抓完了 最后呢 就拿发胶 可以 结束 今天是发型Kevin老师 帅帅气气 OK小月今天呢 要干嘛 今天要做饭 因为星厨嘛 不是星级厨师 是明星厨师 所以要有明星的样子 所以说我化了妆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冰箱 今天要做什么菜呢 我买了辣椒的估计用不到 也可以用到 有鸡蛋 有西红柿 那你们猜到要做什么了 红菜苔 原茄子 葱姜蒜 土豆 鸡肉 还有泰式的那个绿咖喱 所以今天小月呢 打算做三道菜 小月本月最爱吃的 西红柿炒鸡蛋 我想再做一个绿咖喱鸡肉 再加上一个蒜蓉炒红菜苔 但是小月我其实很少做菜 所以今天打算请教一位高手 这个高手是谁呢 是谁呢 是谁呢 喂妈妈 对妈妈 别给你吃鸡蛋 OK 我今天打算做西红柿炒鸡蛋 红菜苔 我买了那个鸡肉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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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要做那个咖喱 绿咖喱鸡 把它切成筋 炒炒炒了 然后倒水 然后再加酱 最后把鸡焖熟了 再把酱倒到里面 差不多要盛起来 然后把酱倒到里面 拌一下拌一下 拌一下就盛起来 番茄炒鸡蛋呢 先炒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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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起来 过后再去炒西红柿 再去炒西红柿 那这个红菜苔呢 你要把它洗干净 把那个后面的豆子 跟它削了一点 不要削一点 先放油 先放油 再放点大蒜 炸香的过后把红菜苔放里面炒 炒炒炒炒 加一点点水进去 放盐 就OK了 炒就行了 你记得吗 我不记得再问你吧 嗯 拜拜 拜拜 OK 反正 我妈妈告诉我怎么做 然后我现在 先把菜备好之后 再开始炒 好麻烦 OK 我现在已经把菜都洗好了 接下来就是切炭 接下来就是切炭 习惯这半 道别你身边 我但未敢放放 我拼得了 但快炀 好 部位 快炭 好 比较 快炭 不能很快 快炭 快炭 哪一kelt 好了,我现在菜已经备完了 备菜估计就花了我半个小时 那接下来我就要开始炒菜了 放蒜 现在已经是八分熟的蛋 OK,我现在把盛出锅 感觉是你大厨 里面什么都没有,我要翻一下 番茄 这么爽 倒点饮用水 差点忘了泡底鞋 OK了吧,那我把蛋 应该OK了我觉得,我把蛋倒进去 怎么会有那么像的东西 哇 感觉跟我妈妈做的好像哦 OK,接下来是第二道菜 打算炒青菜,就是红菜盘 刚刚洗完锅,先让那个水烧干 倒油 下蒜 好了,我要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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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那么浪漆 没那么浪漆 没那么浪漆 炒到我了 哦,炒完咯 发火了 好,给你们看一下 感觉 颜色没那么好看 感觉本来红菜盘就红色 哇 接下来要做 第三道菜 咖喱鸡肉 我都忘了我现在带了装 摔七 好噁心 好,先放一蒜 呀 再把辣椒爆一下 要放起你,华书接手 啊 啊 心间前处,死我失所难过 没看你 不议 我还要切点手 斜的很稀有 就当一些草 啊,我忘了放盐 OMG 加盐,加盐 啊,我的肌肉忘了盐 OMG 带你加油 天啊,我在做什么 不管了 还在唱过了 是不是要加水吗 还在唱过了 加水 不管了 嗯,加太多了 是不是要煮一下 咖喱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问题 我现在加了吗 还是一口加 我觉得现在加吧 我觉得不然现在加了 算了,再这样 让我闻一闻 我闻出来 好 看着还不错 就不知道吃着好不好吃 喝了 可以吃 哇,好辣 太好吃了 真的没变人 超级好吃 看你 我去说 哇,第三道菜 今天的三道菜正式出炉 这道菜叫 不知道什么鬼绿咖喱 西洋是炒鸡蛋 看起来还不错 还有那个红菜苔 就是中毒子 OK,那接下来就到了 我们最有爱的环节了 就是试吃环节 第一次做番茄炒鸡蛋 好像没有放盐 跟我妈妈做的还是有点差距 就这样玩 看起来一起 第二道菜 中毒子 中毒子 反正这个中毒子挺好吃的 我觉得水放少了 我第一次做红菜菜 第三道菜 鸳鸯绿咖喱 为什么叫鸳鸯绿咖喱呢 因为土豆加上了茄子 鸳鸯 好辣 当我说句公道话 我在外面泰国 泰国餐厅吃的 绿咖喱鸡的鸡肉 其实都是有点偏老的 哇,反正是最好吃的 怎么办 我以后把它当做我的杀手锏 心情好像顺利的 如果这一期番茄好的话 就会有下一期 下一期 就做一些难一点的 鸡翅啊 什么之类的 我在微博里再征集 大家想看我做什么 但是你们吃不到啊 然后在最后的最后 我希望一起能够 早点过去 一起坚持 好不好 我们要 小孩在家里的时候 也要多学习 多做一些 曾经没有做过的事情 然后 做饭 不妨是一个 很好的尝试 对不对 那我们 下期见吧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